台灣去年沒有颱風 今年到目前為止沒有春雨 甚至到現在 今天5月7號了 我們的梅雨還沒有正式來 這其實都跟XXXXXV有關係 陳吉邁市長 他當然也是我們的公民 他可以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對他自己的立場的選擇 我們當然要表示尊重 但是他在回答議會議員的質詢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當中 可能跟議員一搭一唱 配合起來再誤導一個事實 也就是說好像 像這個藻礁公投一旦過關 那麼所謂的三階沒有辦法順利進行 會影響到高雄的減煤的騎乘 最重要當然就是新達火力發電廠的廚藝 但是可能陳市長忘記了自己在2017年的年底 那個時候是陳菊在擔任市長 那時候我們的陳市長陳其邁市長還是立委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針對了高雄市新達火力發電廠 要到2023年才開始逐一除役 那除役要到2026年是做機組才會完全除役 這件事情他跟陳菊市長一樣都表達的不滿 這件事情也許有一點淡忘或沒有其他人提起的話 陳市長可能會忘記了 也就是說在當時對於新達火力發電廠廚藝的問題 經濟部就有他的規劃 而高雄市長當時的陳菊 還有當時是立委的陳其邁都表示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為什麼 就是新達火力發電廠的燃煤基礎 這個服役的年限已經太長了 都超過30年 而且佔整個高雄市的空氣污染 固定污染源裡面的比例都非常的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當然要推動除役 但是現在所謂的三階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陳其邁市長今天在達巡的時候其實講的也很清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核二廠在今年的六月也就是下個月 一號機組跟二號機組要除疫 所以北部的用電就會產生缺口 這個用電的缺口當然就需要補足 這個是三階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其實不是為了要幫高雄市減煤 這個必須要講清楚 但是陳其邁市長在達巡當中和部分的議員 他們當然是為了配合掩護中央政策的一個施檔 先來把他誤導 好像高雄市的空氣污染 是因為三階沒有通過造成的 不對 三階為的是解決核二廠缺電的問題 陳其邁市長自己也講得很清楚 高雄市只用了自己發的電的67% 所以有33% 就是說三分之一的電 我們是所謂的南電北送 污染留在高雄 但是電力往中北部送 那中部的話 台中大概是自己的發電是平衡的 就發100度電自己用到100度電 約略這樣的情況 但是高雄發100度電 自己只用了67度 剩下的33度就往北送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跟三階的問題其實是沒有關聯 所以我說這個是把兩個事情混為一談 再混淆視聽 希望改變大家對於藻礁公投的一個概念 或者是立場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不以為難 基本上是一種混淆視聽 胡說八道的狀態 那接下來這個公投 在八月要 在高雄來講 我們市民當然在八月應該都會收到公民投票的一個通知單 那這次應該會有四項的公投 那跟我們民生大概最相關的 我們最關切的就是所謂的藻礁公投 跟三階有關係的 跟所謂的反萊豬 禁止萊豬進口的公投 那這裡面來講 其實都是政府政策的施檔 那現在已經大家都很清楚了 萊豬的問題是因為 蔡英文政府跟美國的一個私鄉授受 想要討好美國政府 但是並沒有換到任何東西 而為什麼要破壞藻礁 是因為要蓋所謂的第三天然氣的接收站 那這裡面也已經被新聞界查出來 其實這個天然氣的交易當中 也牽涉到跟美國之間的一個利益的交換 特定的一個廠商 所以變得好像台灣 一定要把萊豬吞下肚 要把這些天然氣全部燒掉 那在這裡我必須要告訴全國的民眾 天然氣並不是所謂的乾淨的能源 它一樣會產生PM2.5等等的污染物 當然它比燃煤稍微比較沒有那麼污染 但是一樣是嚴重的污染 而且天然氣在開發的過程裡面 因為它裡面主要的成分是甲烷 那個甲烷的溫室氣體的效應 會比二氧化碳更嚴重 這個已經有全世界非常多的科學家 在提出警告跟呼籲 環保人士也覺得一直燒天然氣 恐怕溫室的效應會更嚴重 那台灣去年沒有颱風 今年到目前為止沒有春雨 甚至到現在 今天5月7號了 我們的美雨還沒有正式來 這其實都跟氣候暖化有關係 那我們如果繼續燒天然氣 繼續開載天然氣 這樣的情況恐怕只會更嚴重 所以當然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大家在選擇公民的投票 可以接受各種資訊 但是我覺得陳其邁市長 你應該要做一個選擇 你是要做小英總統的高雄市長 還是要做高雄市民的高雄市長 如果你要做高雄市民的高雄市長 那你應該為我們發聲 我們不要發100度電 自己用67度 其他的是在幫別人發電 污染留在高雄 那如果你是要做小英總統的高雄市長 當然你只能配合他的政策 犧牲我們高雄市民的健康 那這樣高雄市民對你會有不同的評價